能够见闻作福随喜的人 一定也是有不报有智慧的人 随喜也就是随顺如来的教说 不违背如来教说 闻以心生喜愿 随喜是他人有福有德 不论是谁不论多少 虽然不是我们的功德 也能感同身受心生欢喜 说到随喜功德 因为十方法界问了这个问题 所以我要随喜功德一下 原本的功德 是我们做的事情产生的力量 比如我骂你 我赞美你 我现在赞美十方法界 那觉得十方法界不错 这个人还赞美十方法界 或者我骂你了 你起作用了 你生气了 其实 这个产生力量 就是一种功德力量 不过我们讲的功德力量 是一个正面的 是一个正面的 而且是个善的 是个静的 是个正的 是个清净无然的 所以当别人有做一个善的 正的 清净的话 我们去赞美它 其实就是一个随喜功德 所以十方法界做的一些正面的 好的 不管新闻报道 或者是些节目 它是正面的 有意义的 教育人心的 利益人心的 自然我也得随喜功德 因为它影响到社会 影响到人民 所以我要随喜功德 赞美一下十方法界电视台 虽然我们的能力不足 无法为众生提供多少福利 但如果有他人 能为众生赢福 不论是谁 不论多少 都该心生欢喜 能够见闻祝福随喜的人 一定也是有福报 有智慧的人 十方新闻记者 赖伊荣台北采访报道